評鑑一下 評鑑一下 好不好 評鑑一下 而且那個熟食都把它吃進去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我們要來開箱 好事多的熟食推薦 這次我們選了五款 然後推薦給大家 其實我們好事多熟食推薦 有很多都是減脂的時候可以去購買的 不要想說好事多都是高熱量 高油脂 高糖好像很可怕 其實它有很多的熟食裡面 是我們可以去選擇來吃的 那我們在挑選這些熟食呢 因為上面完全都沒有熱量標示 也沒有什麼三大營養素 那我們很難直接看那些數字來做評斷 所以我到現場直接用肉眼去觀看 我們就選擇五款可能是比較適合的 那挑選原則呢 有三個 第一個呢 我們盡量是選擇我們的 蛋白產量是比較高的 第二個呢 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較低的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盡量以原型食物為主 就是你看得出來它原本就長什麼樣子的 比較不會是加工食品 這是我們比較推薦的 營養素我們有幫大家把這五款熱量給算出來 現在相信我們去網路上都查不到相關的資料 上面你都不會寫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給秤重 然後把它算出來 在選擇這些食材的時候 它會比較清楚說裡面的熱量有多少喔 那我們就來準備開箱 第一款 是我們的韓式巧妹麵 哇 這款韓式巧妹麵 這個一出來大家一直狂推它 就覺得 哇 這吃超好吃的 一定要再去吃第二遍 然後我看了一下裡面的食材 這款挺不錯的 我們就把這個韓式冷麵醬拿起來之後呢 裡面的食材 全部都是鹼脂非常適合的食材 像裡面的食材呢 我們在水果類的話 我們有我們的蘋果絲 還有我們的小番茄 大家很常去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澱粉 還是這到底是蔬菜 比如說你剛才很常聽過 這一類的蔬菜澱粉 特別的多 像什麼白蘿蔔 紅蘿蔔有沒有 這些人家都少吃 因為澱粉太高了 那有些什麼澱粉 什麼纖維 但又很多 像地瓜 馬鈴薯 其實在營養學裡面把它分成食物的六大類 比如說 顴骨杂羊類 水果類 蔬菜類 那這一類一定代表說 它就只有什麼營養素嗎 沒有 它是在這一個方面它的營養素 哪個比例比較多一點點 像我們的蔬菜類的話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水分 然後碳水化物會偏少 然後我們的纖維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像是我們的顴骨杂羊類 或者是我們的水果 它的碳水化物含量都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纖維含量相對講也會比較低一些 所以它不是一個絕對值 它是相對來講多跟少 那基本上放在蔬菜類裡面的 它的纖維含量都是比較高的 然後像還有其他的蔬菜類 還有高麗菜絲 紅蘿蔔絲 還有它的海帶牙 還有它的小黃瓜絲 這些呢 都是它們的蔬菜 那它的蛋白質呢 它選的是三款的優質蛋白質 它裡面是雞胸肉 然後還有的鮮蝦 還有我們的雞蛋 像是我們的鮮蝦跟我們的雞肉裡面 它都算有我們的低脂蛋白質 營養學裡面呢 把蛋白質分成三種 低脂肪 中脂肪 高脂肪 它都屬於比較低脂肪的 那我們的蛋絲呢 它是一小坨喔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蛋黃太多的一個問題 那剩下呢 就是它們的蕎麥麵了 那我們如果還是要吃這種麵類 當成我們的一個主食的話呢 我們盡量還是以一碗飯呢 為單位 那一碗飯呢 大約是我們四份的一個碳水化合物 換算於我們的麵類呢 大約份量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個頻道呢 還是以我們減脂為主 所以我們的醬料呢 只會有一半 你知道嗎 整份看起來很罪惡 但其實它全部都是一些低脂的食材 低熱量的食材 而且都是減肥 很適合吃的 這樣吃起來真的是超過癮 它的醬吃起來就很像是我們吃那種 涼拌木瓜沙拉 那個醬 然後那個紅紅的 它不是辣 它只有一點點微辣而已 然後基本上呢 它吃起來真的是有那種清爽的口感 裡面就是有甜 辣 跟那個酸的一個味道 然後它只加半份的醬 我覺得就非常的足夠了 然後吃進去那個麵呢 口感是Q的 我就要加那個洋蔥絲 蘿蔔絲 跟蘋果絲 它會脆脆的口感 那這個唯一美中不足的缺點就是 它的蛋白質含量呢 是比較少的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分成半份 它的蛋白質含量呢 可能要再多加一點點 推薦大家你可以再加一個可能 兩顆的一個殘液蛋 或者再加一塊主食的一個蛋白質 這樣呢 這個就會比較均衡飲食一點點了 減肥吃這個一定是過癮 然後都可以瘦 非常推薦給各位 好 第二款是我們的豪華海鮮大聖冬 如果你今天看到壽司 閃壽司 還有這種海鮮凍 其實它都是一樣的東西 它就是生魚片 或者是一個蛋白質 然後加上它的醋飯 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種生魚片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都是海鮮類的 海鮮類呢 它的蛋白質含量都是比較高 那油脂含量相對講比較低一些些 像這一盤裡面 我們有鮪魚 鮭魚 還有我們的干貝 蝦子 章魚 還有我們的玉子燒 海膽 跟魚卵 那像是我們的鮭魚 它就是油脂含量比較高的一個蛋白質 那海膽跟我們的魚卵 它的油脂含量也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其他來講 它的油脂含量 都是相對講比較低一點點 都是可以放心吃的 那這邊特別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玉子燒 哇 它不是只有雞蛋做出來的 它裡面可能還有糖阿 味醂阿 其他調味料去調和出來 所以它的量還是要稍微抓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加醬油 吃壽司其實 擔心就是納液量會過高 因為會用很多的醬油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試吃吧 它們的章魚 吃起來不是那種超級新鮮 然後非常Q彈彈牙的 反而是那種很有韌性 但是鮮味的話呢 還是有的 比那種連鎖回軟壽司還要來的好 蝦子 那就是 那就是 一般的蝦子而已 它不會有那種 喔 很彈牙 會在你嘴巴跳動的感覺 干貝 它這個蒜子吃起來還蠻Q蠻嫩的 干貝的話口感還不錯 鮭魚就可以吃得出來它的鮮甜 它的肉質就是比較肥敏一點點 那接下來吃一個比較考驗食材本身的鮪魚 品質還算可以 它的鮪魚呢 吃起來肉不會那種黏牙 吃起來就是那種淡淡的鮪魚香 接下來吃 玉子燒 它們的黑黑吃起來是海苔 它要不是永遠有那個海苔 這個玉子燒 平反而不齊 有點提香海苔香衝出來 然後那個玉子燒吃進去呢 不會有那種雞蛋的蓬鬆感覺 它反而是吃起來雞蛋是那種很濕滑 今天假設你今天很想吃手吃香 想跟一群朋友一起吃 喔 又想吃比如說有比較高級的食材 像是那種鮭魚啦 魚卵啦 或者是這種海膽 那我覺得這一盤呢 就非常適合你 那你說味道會有非常的棒嗎 它也沒有到非常的棒 但是呢它就是 食材還不錯 那不會踩雷 但也沒有到非常的優質 所以推薦給大家可以去吃看看 下一款 煙燻鮭魚卷 第一個 可能不管那時候我們有沒有在剪脂 都是很適合吃這個食材 那裡面唯一的蛋白質呢 就是我們的鮭魚 跟我們的起司 其他呢 就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整塊的組成就是這樣一 麵包 菜 起司 魚肉 跟生菜而已 所以它都是非常適合減只吃的食材 只有那個起司 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有奶油乳酪 跟那個乾肉 還有兩款 好 難怪吃起來這麼的香 這麼的好吃 好 試試一下 最近是我回購十幾次以上 裡面那個乾肉 奶油乳酪 麵包 那個鮭魚 那個站在一起 咬在一起香 那個口感有沒有 那個奶油啊 會擠到那個鮭魚裡面 那個鮭魚肉會變得很清甜 然後那個麵包呢 加上那個醬 哇 真的是超爽的 這款呢雖然說它 簡直很適合吃 但裡面還是有那個乾肉 跟我們的那個奶油乳酪 意思就是它的起司那種再製品 牛奶製品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推薦說 一天大概吃個四卷左右就好 這款呢很推 大家可以去吃看看 而且鹼子也是很適合的喔 這款是我們的 炭烤雞肉沙拉 哇 這個沙拉吃起來真的過癮 那以前在吃的沙拉 全部都真的只有生菜而已 那哪用沙拉 這種沙拉才用沙拉 你看 有肉 有菜 還有醬 這樣的沙拉吃起來 一點都不痛苦 然後主要裡面的澱粉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炭水化物 就是我們的蘋果 小番茄 還有我們的蔓越莓乾 跟我們的地瓜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欸你一餐的主食 含量有多少 我們這個要把它放在一起去計算的喔 唯一我們要比較注意就是這個 酸鮮奶油這個醬 這個醬 這裡看就知道裡面是油脂含量超高的 鮮奶油喔 嚇死 我們來試看看囉 它的醬就像是 你去吃那個青醬 然後用那個鮮奶油 打在一塊的感覺 所以就是那種甜甜的那種 青醬的感受 這個雞肉 有水準 它吃起來真的跟吃雞腿肉的感覺 是一樣的 讓你從此不再害怕吃雞胸肉好不好 而且它做得很好吃 這感覺很像蘇北雞胸肉的口感喔 所以我蠻推的 可以去試試看 這整款沙拉我覺得它最大特色是什麼 它用了那個地瓜泥 蘋果 小番茄 還有那個蔓越莓乾 當成它整盤的一個甜味來源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可以盡量 減少我們水果的份量 增加蔬菜的含量 這樣會更適合 當成大家減脂可以吃的一個沙拉 那我們的雞胸呢 我覺得是非常好 就是繼續維持就可以了 那醬料的方面呢 其實你把它換成清爽的那種 和風醬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興趣呢 我們可以拍一集 在家可以吃這種低熱量的醬料 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再拍一集給各位 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一下 那這款沙拉 我就推 這款如果你想要減肥 要去吃它 都非常的適合 最後一個 這是一隻來自 秋娜的烤雞腿 我之前在減脂 還有吃生酮飲食那一陣子呢 我非常的常去買他們的烤雞大腿來吃 非常的好吃 它沒有額外的什麼調味料在裡面 它就是直接烤而已 所以這種減脂呢 很適合吃 上班族我推薦直接買這一袋 然後每天拿一隻到辦公室 然後便當、罩點、白飯、減半 記得點一些不要是炸物的一個主食 然後再加一隻這樣的雞腿去皮 就非常的適合當成你減脂的一個食材 那如果說 你可能是要吃比較紮實的減糖 概念有沒有 你就是一樣 點一個便當 飯量減半 再加這個主食 變雙主食 這就是最簡單的一個 減糖飲食的做法了 大家要注意喔 這個皮要去掉喔 主食也不能停炸物 這樣才是比較適合的 啊也不能說 飯後再來兩個 兩顆蘋果 那個碳水量還是要控一下 一天呢 不超過兩份的一個水果 這樣就是減糖飲食的概念 基本上大家要看那一區 烤的啦 這種雞大腿絕對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一款 跟這個雞大腿 很容易被人家誤會了 裡面還沾了一些美式的醬汁 那個可能就是 我們不推薦的那種NG產品了喔 我們在下一集呢 會告訴大家 好吃說哪五款千萬不要買到的一個地雷手匙啊 它基本上不會像外面那種硬邦邦的 它是非常的Q非常的嫩的 這個肉 有沒有 評鑑一下 有沒有 評鑑一下 它會嫩 而且那個醬汁都把它吃進去 它外面有淋一層 它是他們的烤雞醬 它有點燥燒的感覺 它這個肉呢 吃起來呢 非常的好吃 又非常的Q 去皮 就非常的適合 簡直也可以吃喔 我覺得可能他們的烤乳是有關係的 它整個把水分都收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拿到剛出爐的去吃下去 它會整個juicy 就是ERG那汁都會爆出來的 哇那真的很過癮 好 我們來做個簡單的總結 那因為我們好市多呢 上面都只有成分 比如說你知道它的原料呢 是有什麼 但是呢它沒有告訴你它的營養標示 它的熱量是多少 所以一般你看到這個東西 都根本不知道它的熱量是高還是低 教大家呢幾個簡單的準則 然後去挑選我們的手指 第一個 我們要先判別它是不是原型的食材 今天這個熱量可能再低 它是加工製品 它可能是煙燻的 那都是我們比較不推薦的 它如果是原型的食材 基本上呢八九部的意思不會太累 第二個呢 我們要選擇它的蛋白質含量是越高越好 那蛋白質呢 我們到底該怎麼去看它的量是多還是少 教大家一個用手去比的概念 這個手呢怎麼去比 你去想一下 今天你去吃的這一份裡面的蛋白質 可不可以佔滿你整隻的手 也大約至少要一半隻手吧 如果要連你的半隻手 蛋白質都不到 代表什麼 這一份裡面的蛋白質含量是極少的 所以比如說我們去吃沙拉 裡面這個海鮮鋪上去 像是那個什麼鮮蝦 那什麼什麼雞肉 那個壽司裡面的那個生魚片 鋪一鋪 這一看就知道超過我整隻手 代表說這蛋白質含量是比較紮實足夠的 那再來第三個 我們就要看我們的油脂含量 那油脂含量呢不是額外的食用油 我們講的這個油呢是食材本身的油 比如說你今天去吃這個食材 鮭魚跟鮪魚 你怎麼知道哪個比較油 當然是最好吃的 那看吃起來相對講會比較油一點點的 這就叫做認識食材 所以對於食材呢 到底哪些是比較適合吃的那種減脂食材 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要整理成一個 88種減脂食材大的補貼 點擊下方的連結 提起上你的email 我們就把這份檔案傳給你 之後呢也會陸續有 十幾二十分的健康知識的email 都會寄送給你們 那以上三個呢 就是我們去好市多選擇熟食呢 一個簡單的挑選概念 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好市多的到底哪些熟食 是我們比較不推薦的 它吃起來是相對比較地雷的 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幫我期待下一集 喔對了 以上五種的熟食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煙燻鮭魚卷 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喜不喜歡煙燻鮭魚卷 為什麼 還是你喜歡其他的東西 都可以跟我講喔 現在是影片最後的QS間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跟氣換人 都會選擇你的問題 來回答你們 今天是30天減脂營 下面的留言 Ready 想請問 減脂期間 每天要吃的熱量 是少於基礎代謝量 還是少於TDEE呢 當然是少於TDEE啊 不能夠低於你的基礎代謝率 很多女生都會喜歡吃 低於基礎代謝率一半 甚至只有500大卡 這是非常不正確的行為 減脂熱量 應該控制在基礎代謝率 到TDEE之間 都是可允許範圍 那如果不知道 怎麼算出你的基礎代謝率 跟你的TDEE 還有減脂的相關概念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 可以進入我們的官網 裡面有計算機 都幫你算好了 所有的完整的觀念內容 都在我們下方的文章當中 請點擊連結